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 條例草案主要的內容就是要設立定額罰款一千五百元 將商戶的經營範圍擴展至店舖門外的行人道 造成所謂阻礙 就納入簡易程序自序條例第四大A條的範疇裡面 目的就是要解決店舖阻階問題 並且要加強執行 首先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的公共空間是嚴重不足 大家去過日本旅行 甚至台灣我們鄰近的國家 台灣 我去到台中市 他的公共空間幾乎是有定規定的 在住宅大樓或商戶隔離行人道很闊 香港的公共空間這麼狹窄 其實有些舊區 大家都看到 很多時候他是通過一種自法 自律 慢慢形成了 他沒有一個所謂整體的規劃 但是亂中有序 住商混合 就變成今天那個社區的面貌 很多行人道和車道都是窄 但是相互將經營的範圍擴展到店舖 外面的行人道上面 就集以為常 沒有人覺得他住在那裡 你能阻礙他 有很多舊區你看看 當然那個負面影響是有的 導致行人道的位置 影響行人 那個情況是 不是太多的 但是相互將經營範圍擴展到店舖外行人道 他更深 我剛才說的深層次的 原因就是那個公共空間不足 政府當局 在動議二讀的發言裡面有說到 有部分店舖 非法佔用他處所前面 或者周邊的公眾地方 這類行為往往影響 道路暢通行人安全 亦產生環境衛生問題 亦都影響使用和市民的生活質素 這個就很片面 以偏概全 將責任全數推在商戶身上 將它標籤成為 負面的店舖左階 造成滋擾 不方便 危險 並且不合理 即使沒有所謂店舖左階 你看看香港 九龍市中心的上下班時間 那些行人道 根本就是太過逼責 你去旺角逛逛 大家在鬥逼的 尤其是近年 因為大量自由行 那些在大陸來的人 拖劫 左外街道 最近出現 這陣子很流行的大媽 霸佔街道 在那裡唱歌 跳舞 搵食 和走私賊公然 在行人道上分貨 難道 政府要為每一個左階的行人 收取罰款嗎 拒壓住在那裡 那這些是有流動性的 是不是 那其他那些人走不走 那就阻礙著街 是不是 當然我這個講法可能就比較 極端一點點 但是事實上 用片面 用這個罰款的手法 是不會使到道路 馬上變得暢通的 或者行人很安全地走的 政府當局應該仔細研究 如何分散人流 提升香港公共空間 給大眾可以使用 或者擴大公共空間 來解決市區過於擠迫的問題 從你這個所謂拿社區小店開刀 來搞的這個所謂定額罰款 當然 沒有這個定額罰款 你很多時候放在行人道上的 那些店舖經常都被人抄牌 食蠻過來抄牌 商戶將那個經營範圍 擴展到店舖門外的行人道上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對不對 很多那些露天餐飲服務 擺放貨物 宣傳用品 或者方便上落貨的地台等等 另外有些街頭文藝表演 行銷 或者 就是 這一類這樣的情況 再加上我剛才說的大媽 走私賊 一樣是對那個社區會造成有正面有負面的影響 那如果一刀切對那些店舖 左階作出定額罰款 這個是不公平的 對不對 他擺出一點點 譬如你去九雄城 在喉煌道 那條街 主要是賣水果 賣這個 大閘蟹季節來到的時候 那裡就集中在那裡 大家就知道 你要買很貴的生果 你就去那裡買 買大閘蟹 你去那裡買 偶爾在嘉年威道 誰不擺出來 你告訴我 是不是 他那個店舖的位置這麼窄 但是 那個地方就是讓你去購物 去買這些東西 那些買東西的人 不會覺得有問題 是不是 我們經常 禮拜六、禮拜 我經常去九雄城 我經常去買菜 是不是 我經常經過 例如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 禮拜六、禮拜日 哇 全條街都是車 我們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 經常想做運動 我們經常走下去 很多時候是 車都免得開 我不懂得開車 幫我開車去 免得堅持 那些行人道 你去看看 局長也有去 九雄城、喉皇道吃過東西 我見過你 你看過那條街 沒什麼人假承認 對不對 食環就經常來抄牌 那些人就當成本 你明白嗎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想說 這些是 有便利的消費者 那些行人 又不會有太大的怨言 因為你去那裡就是買東西 對吧 這種情況 你現在一刀切 我覺得就不妥當 那些大媽左街 自由行 拖劫的水貨 那些又怎樣 對吧 所以 譬如你 有些推銷員 或者街頭表演者 攤檔擺賣 等等 這些很多時候 就是一個社區的 所謂真正的面貌 很多時候是 發不自眾 你用這個一刀切的定額罰款 是人都拘捕 那我就覺得 你執法有困難 對吧 現在政府主要有三個部門 處理相互 將經營範圍 擴展至店舖門外的行人道上 包括食環處 屋宇處 和地政總署 但是由於不同的部門 有不同的法例的依據 即使同一部門裡面 仍然有不同的小組 導致執法混亂 而且檢控時間長 當然對於政府來說 最麻煩的就是 牽涉大量的行政工作 如果你現在用這個 所謂定額罰款處理的方式 雖然是可以減省了行政工作 但是將責任 就推到前線的執法人員身上 過去很多經驗 大家都知道 食環處的職員 向那些煉炮垃圾的市民 發出告票的時候 發生衝突 甚至被打傷 現在你要他和店鋪的商戶化出告票 威脅店主的生意 容易招致更麻煩的官民衝突 你說不,這些不同 我出告票 給亂拋垃圾或吃煙的那些 如果他民生的恐怖有力 看下去就不出 那些看樣子很欺負的 你就出 他都很聰明 但是店鋪那些 有間店鋪在那裡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秒 我當然可以追究到你 未必的 你都會發生衝突的 政府就是說 可以節省行政工作 等於為前線執法的人員 那個人身安全 你都要提供足夠的保障 所以 譬如一個就不行 要找多一個拍拖 去出告票 是吧 定額罰款制度的法理基礎 都有些問題 根據簡易程序治序條例 第4A條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適宜中 就沒有明確界定什麼叫阻礙 例如在店鋪門前 花了半個小時 上落貨 商戶在店鋪門附近 即是有些 推銷 叫賣 那算不算是阻礙呢 所以我對於 是不是確實可以執行 條例草案呢 就心表疑慮 如果條例草案通過之後 預計會出現兩種結果 要不就前線執法人員陽奉陰違 沒有確實去執法 立了法 就等他沒有立 如果不是 就前線執法人員 經常 跟店鋪的 有關人 人事發生衝突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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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線執法人員 需要臨場判斷 這個所謂阻礙的情況 裁判官可以參謀案例作出裁決 普羅大眾又沒有辦法去翻案 了解什麼叫阻礙 所以是沒有明確客官標準界定阻礙 根本就沒有辦法達至這個立法的原意 亦都會出現這個所謂執法不公 例如前線執法人員 會不會對大型的連鎖便利店 那些名店 藥房 去發告票呢 是不是 他會不會選擇性執法呢 街道那個環境呢 差異是非常之大的 影響執法的成效 這個也是肯定的常識來的 商戶將經營範圍擴展到店鋪門外的行人道上 面積少 擺設上落貨 所用的一些地台 如果面積大 就擴展到行人路 停車 隔 或者甚至馬路上都有 是不是 那你統一 就是 罰款1500元就變相 又合理化了這些行為 我會計算一條數給你 是不是 我擺出去 我預計了那些1500元的 那未必你每次來的 是不是 一個月 我計算過那條數 三張好嗎 四張好嗎 我又數計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的立法原意是什麼 沒有阻階 是不是 那結果又是阻階 是不是 就是 我只要肯給1500元 我就要合法 將經營範圍擴展到店鋪門外 這個非常判斷 對於某一些商部來說 那就會造成 就是 那些租金相對便宜 那些地段的商戶 就可能覺得 會被人針對 以及不公平 是不是 因為那些給得起貴租那些 是不是 他就給得起 但是都貴到幾十萬 他給多 一萬幾千里一個月罰款 真是濕濕稅 那根據當局2014年所制定的諮詢文件 當局除了將責任推在前線執法人員身上之外 有關左階的定義 那個生殺大權是拿在區議會那裡的 包括制定店部左階執法優次的準則 列舉黑點要求重點清掃 以地區特色和社區意見之明 建議寬限等等 那我們看到這些所謂的準則 我就很不放心 區議會和地區勢力 就是那個關係千絲萬縷 到最後 就是 不是又是 由少數人去決定 什麼叫做社區特色 什麼叫做左階 那第三我想說就是 法例不可以處理的問題 除了商戶將經營範圍 擴展到店舖門外 還有其他不同形式左階的情況 例如在行人專用區 購物區 交通樞樓 屋苑出入口等等人流匯集的地方 往往會有不少形形式式的電訊財務公司 以拉架和攤檔進行宣傳 甚至即場交易 或者你在西洋菜街或其他地方 見到那些大媽霸佔行人專用區 加上新界 加上新界北 西 困擾市民多時的走私拆在行人道上公然分貨等等的問題 透過這個條例 草案是不可以解決的 當然這個條例 不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你是要方便你發展 但是那個也是左階 這個和市民期待和希望改善左階問題顯然有很大的落差 結果真正困擾港人的左階問題 你是解決不了 但是將那些社區小店 就作為開刀的對象 第四就是罰款以外的建議 政府當局不斷對商戶將經營範圍擴展到店舖門外 污名化為左階 由以正義之名加強執法 處理所謂違法左階問題 就是我想起這個齊澤克說過 意識形態的權力、話語權 即是所實現的 即是話語實現的話語權 意識形態權力、話語實現的話語權力 對意識形態起了一些維護的作用 意思是什麼 人的本身就生活在某種話語的秩序之中 我們的行為呢 也都不知不覺 依靠某種權力的話語指示 意思就是政府當局在七八十年代 也都曾經以同樣的方法對付小販 鋪天蓋地指控小販 不衛生啦、坐街啦 對這個市民進行這個切入式的行銷 令到干固小販都好像充滿愧疚之感 是吧 即是 在街頭紅龍 本來是屬於一些草根階層的社區 是吧 即是 跟政府倡道要井然有序 高級私人自責區啊 或者新市政的秩序 是截然不同 應該就是河水不犯井水 大排檔路邊是糧茶檔 報紙碳 本來是街景一部分 是吧 他是由歷史慢慢沉澱而成 如果對商戶 將經營範圍擴展到店舖門外 是不是有選公眾利益進行民意調查的話呢 你會發現結果並非完全一面倒 主席 其他那些留番修正案先說 聽請自拍 姚思榮議員